刘时诗至今不孕,婆婆说这话,透露了真相,看来当吴家媳妇委屈了。 吴奇隆和刘时诗在《步步惊心》电视剧拍摄的时候认识,算算到现在也有的三年时间了,这三年只要一块出现在公共场合就会为我们满满的狗粮,这不禁让我们羡慕和嫉妒。 诗诗要身材有身材,要颜值有颜值,虽然老公大他17岁,但是粉丝们都可以感受到他嫁给了爱情。 吴奇隆长得帅还有钱,最重要的是不花心。 吴奇隆和刘时诗刚公布恋情的时候,很多人都不看好,俩人相差17岁不说,重要的是比丈母娘还要小两岁,而且吴奇隆还是有过婚事的人,网友都认为是老牛吃嫩草,不过看来是多虑了,人家分分钟就能把你虐哭。 现在人尽皆知,吴奇隆特别宠流失失,把他当成自己的小公主,家里做饭他全包。 这对一个女人来说是多么幸福的事情,连小编也开始羡慕嫉妒了。 虽然他们婚后生活甜蜜爱,也得到了粉丝的祝福,但是自从他们结婚以来,刘时诗怀孕的传闻就没断过,毕竟和他们结婚时间一样的人纷纷传出了喜讯,可时诗一直没有怀孕的迹象,网友表示遗憾。 刘时诗诗诗在记者问世表示,暂时还没有做母亲的打算,吴奇隆和妻子的想法一样,可以等两年要宝宝。 乖巧温柔的刘时诗嫁入吴家后,申给吴妈妈喜欢,刘时诗曾说会安心当好吴家的媳妇。 当吴妈妈被问到刘时诗有没有喜时,吴妈妈笑着回应他们都忙,哪有时间在?一块呀! 这样看来诗诗不怀孕的原因就清晰了,原来是他们结婚后都在各自忙自己的事业,聚在一起的时间很少。 所以到现在还没有孩子,真相让人心酸啊,两人结婚后因为工作却不能经常在一起,对一个女人来说也是委屈了。 希望他们不要光顾事业,也要为我们这些住籍的人考虑呀。 各位亲人们,吴奇隆比诗诗大17岁,年纪这么大,诗诗不怀孕真的是因为相聚时间少吗?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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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�